新山幼蜂人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原地蜂蜂的视频 我在这一小块地方 就已经放了二三十箱蜜蜂 现在要蜂蜂的蜂蜂就在前面这一箱蜂 已经有王胎了 才四片蜜蜂 这一个是老蜂王来的 今天就打算把这一箱 怎么样蜂蜂介绍给大家 这上面的百香果 去年冬天太冷了 百香果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这个地方原来是水井来的 早就没有汽水了 这一箱蜜蜂 五片蜂也起王胎了 这一箱也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原地蜂蜂 这个这一箱蜂蜂主要是强热蜂蜂 这一箱主要是介绍均胆蜂 这一箱蜂蜂今天来介绍一下原地均等蜂蜂 现在就介绍要怎么样操作 把这箱蜂蜂原地蜂蜂 就是把这箱蜂蜂在这个位置上 以这个为中间 把锅这边来 这边放一箱 在这个原地 这个地方放一箱 这样就可以了 封一封的时候 王胎和蜂蜂不要同在一个箱里面 就是有王胎的一个箱 蜂蜂一个箱 蜂蜂里面就不要再有王胎了 就一定要找到王 现在找一下蜜蜂的蜂蜂 大家看一下 这箱蜜蜂的王胎 这个就是蜜蜂的王 王胎 有这个王胎 如果天气热的时候 起王胎 有的蜜蜂就蜂蜂了 基本上大部分蜜蜂蜂蜂 是要等到王胎里面的蜂蜂 快要出台前两天左右 它才开始蜂蜂了 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不是没有一个准则的 有的时候有王胎就蜂蜂了 有的时候蜂蜂快要出的时候才蜂蜂 蜂蜂再置一片蜂上 蜂蜂再置一片蜂上下半 这一下蜜蜂只有四片蜂的 蜂蜂就蜂两片 两片就一箱吧 这个没有蜂蜂的就要留王胎 这两片蜂就应该有王胎里面的 有蜂蜂的这两片蜂就不要有王胎了 就这样把它盖回去 到时候就看一下 如果这一箱蜂蜂 如果这一箱蜂蜂 它的蜂蜂肥的比较多 就把这一箱蜂蜂往这边挪一点 如果那箱蜂蜂肥的蜂蜂比较多 那就往那边挪一点 反正就靠自己的感觉了 像那肥蜂肥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现在再把这一箱蜂蜂也分封 是不均等的蜂蜂 这箱蜂蜂到那个位置的距离 可能不到十米吧 也是一分为二 就是原来的位置 这蜂蜂肯定肥蜂肥的比较多 蜂蜂分出去的那一箱蜂蜂肯定是 蜂蜂是比较少的 现在把这箱蜂蜂也一分为二吧 也是一箱把它分为两箱 这个蜂蜂就不同了 就不能均等了 这箱蜜蜂 现在是五片蜜蜂 现在这箱蜂蜂是不能分的均等了 因为它不是同一个位置 所以蜂蜂还是要留在这箱原箱 没有蜂蜂的带过去 现在大家看一下 这原来的朝乡 就是两片蜜蜂就可以了 搬出去的就带老王的三片蜂多一点 这蜜蜂是 主要是里面要有王胎 王胎的留在这边 老王就放在那边 这样就带走了 这一箱就把它盖肥肌就可以了 现在把这箱蜜蜂 搬到这边就可以了 这箱蜜蜂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原地蜂蜂的两种方法 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一群蜜蜂分成多群蜜蜂的方法 就是一箱蜜蜂可以分成三箱或者四箱 这样更加快的增加群蜜 明天那箱封出去的蜜蜂 它的蜂量会少很多 明天就要把里面的一个草皮抽出来 放肥这原箱 明天要放肥一个草皮这箱 原箱要放肥来 因为明天这箱蜜蜂肯定是好多的 好了 今天原地蜂蜂 和原地短季的蜂蜂 这种方法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分享 好